特別重要選取三個 這四個一起選取 特別重要 一先選住專 二按序格線 三的話就是把優標放上去 打個勾 他就會幫我把公式 再做到另外三個工作表裡面去 但是其中會有個地方可能會有問題 叫名次 目前呢 140因為是最下面一列剛好是 40列 就是 從第三列 到最下面40列 可是如果我打勾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40有沒有 他以後呢每一個假設取消就按其他的再切回來 他這邊也會是40 但是問題來了 底下這邊Ctrl向下 他目前呢有101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101才對啦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就是做完之後 要必須再把這個 改成他最下面一列 101 不過其實也蠻麻煩的 因為每一個每一個都要這樣改 所以呢 這邊向下填滿 這底下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這底下應該就不會出錯了 OK這樣就OK了 切過來一樣 看一下他 Ctrl向下 Ctrl按住向下 他會追蹤到 他的最下面65 65的話呢 我一樣 就要把這個 這個地方 本來40改成65 然後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底下這邊才不會出錯 不然的話 剛好有同學蠻細心的會往下看 因為有些地方 像工作裡面一定要每個地方都注意細節 不然你把 結果給老闆看 當然你會被罵罵的臭頭 OK 所以這邊當然想說 不過這個地方因為 他 到多少呢 到22 但是還是會出 因為底下還是有空 所以一樣把這邊把它改成22 但是如果你用VBA 這動作其實就可以不用做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有那個向下追蹤的概念 但是問題 來了 之前想 想的是什麼 清楚好了 考評 那可是我們之前有做過就是說 丟公式的概念 可是目前呢 只能丟一個 那如果你要切到其他格的話該怎麼辦 這個可能就是這一題最困難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一樣按部就班 先做一個工作表 再做 多個工作表 其實也可以完成我們要任務 所以第1個還記得清楚吧 For I 等於第3列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這邊前面也寫了蠻多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 B D E K L M 總共7個欄位 丟什麼呢 清除比較好寫 所以我先來看一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一樣 現在那個什麼 我們一樣啟動那個我們開發人員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邊 OK 會有個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打開 插入模組 應該還記得按右鍵 插入模組 再來呢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清除好了 這個我想之前都寫過了 所以我們 大概把重點回顧一下 For I 就是他的列 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追蹤的話用 A3 Ctrl向下 追蹤到哪一列 他會回來告訴我40 因為第1個工作表40 那可是其他工作表就不一定 那他就會自動追蹤 反正他有幾列 他就會回來告訴你幾列 那清楚的話就是後面 哪幾欄呢 包含就是 B欄 所以我就寫成這樣 B D 一直到N 所以這個 這個都一個對 所以其實就是7個欄位 全部都丟空的 那這樣的話他跑完之後全部都清空了 第一個清除應該沒有問題 For Nets 這個前面都寫過 那第2個考評的部分我就再插入另外一個考評的 Sub 其實是把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 Ctrl C Ctrl V貼上 改一下考評 那改考評之後的話 在B欄本來裡面是空的 那我需要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 把它貼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我先把這個run一下 因為這裡面沒有 我先把它run一下 如果說這裡面 我先就做一個 其中一個 我就把第1個公式 貼過來到這裡 所以優標放這邊 選取他 複製 記得按取消 取消完之後呢 再切到我剛剛的Visual Basic 的那個 清除的本來裡面空的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你要觀察 哪一些地方是需要把它改一下 哪些地方呢 比如說 點這個 再點下面一個 你會發現 他有什麼 A3變A4 A4變A5 所以基本上 只要把這個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OK那我大概知道 我要改這個 那我就切到這邊 把 這個地方的 A 那記得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把剛剛的那個3變成他會變動的 然後其實 我發現好像 之前是空白會加啦 我們自己說 不過好像移開會不會自己加呢 不會 好像其他版本有些會 算了還是自己加一下 空白自己加 好 這樣的話呢我就把公式貼上 並且把 本來這邊的那個列號改成I 那一樣的方式啦 其他的方式我們 就是再做一遍 貼貼貼 其他都改啦 所以你會發現蠻多地方要改I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 OK了 然後這邊我們都做了一個 向下 那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會有剛剛有一個問題 向下追蹤 貼貼貼貼貼 剛剛有一個地方那個 這個假設我先不要做好了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先把它註解掉 我先不執行 好如果說我已經做好了 這個跟之前講的一樣 反正就是總共有幾個公式 那我就做幾次 這邊 總共有七個欄位 好啊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喔 就是試試看好了 接下來一樣清除 一樣烤瓶 正做一下 這邊有一個 這個好像本來是40 我就把它改40 改回來40 然後讓他執行一下 這樣就跑完了 所以貼過來清除 烤瓶 這樣就OK了 但是目前 僅止於 住專 其他 幾個還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等一下我們要來看一下 如何把 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多個工作表 最好是按下去 四個工作表一次 都可以全部做完 按下清除 四個工作表全部清除 也是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先可以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這第1階段 第2階段再來考慮呢 我要跨過去他 跨過他 然後最後再跨回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要來看 那些地方 你 我來看著 你 我來看著 你 你 你 我來看著 你 你 我來看著 你